不是因为我学的很精彩 而是中国故事就很精彩 14年到了中国 我一下飞机就觉得 终于回家的感觉 我的目标是 让更多的西方人 去了解中国一家 因为我喜欢中国的文化 这是我的一个梦想来这里 我叫夏复德 是来自加拿大温哥华 然后在西安已经都十多年了 之前在青岛 北京上海都待过一段时间 现在我在从事一个 软件公司这边 生长于加拿大温哥华的夏复德 从小就接触到许多华人 约耳的普通话 令他对这种语言颇有好感 上大学后专门报了中文选修课 就此沉迷其中无法自拔 夏复德坦言 正是因为这种陌生感 中文在他眼里极具魅力 从高中起 夏复德就对哲学 有着浓厚的兴趣 学习中文后 他自然也开始了 对中国哲学的探索之旅 感觉你想了解一个民族 你想了解一个文化 你要到根 然后从这个根源里头 去找一些基本因素和思想 然后它的演变的一个过程 我也不是个学者 我就是有兴趣 就看这些东西 但是我觉得 对现代社会的一个了解 对中国人的意识形态 思想等等 也是有一定的帮助 有一种桥梁 我能从他们说的一些话 或者他们的一些思想 也能找到那个基因的 是因为这个 可能如是到这方面的一个因素 会引起这样的一个视角 跟我视角可能是不一样的 但是这样子就跟孔子说的 君子周二小人比 你可以跟周全的 稍微从不同角度 和不同维度来思考一个问题 为什么偏偏从晦涩的哲学 解释中文 夏福德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在他看来 哲学就是一个民族的灵魂 是中国哲学 让他更好地认识了中国人 中国的哲学思想 帮助他从更多的角度 维度来思考问题 我最熟悉的当然是道德经 在西方那个道德经 也特别受欢迎的 大家可能对老庄这个思想 也是比较被吸引的吧 所以那个时候学道德经 学庄子是比较多一些 所以当然印象最深的 就是开篇嘛 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 然后接着就讲 这两个道和名之间的 那个关系很奇妙的 所以我觉得那个道德经 对我印象是比较深的 中国哲学不仅让夏福德 更好地认识中国人 还为他破解了人生的幸福密码 在校园里 夏福德结识了自己的妻子 西安女孩刘盈 从互助的语言学习 到迈入婚姻殿堂 夏福德成为一名中国女婿 已有14年 并坚定选择随妻子回西安顶居 幸福融入了一个中式大家庭 2000年第一次来华旅游后 夏福德便一直在中文书籍里徨阳 至今已坚持阅读习惯21年 但他仍面露羞涩 用一口流利的中文告诉记者 自己的中文水平很弱 还因不断学习 最近在读的礼记就是一道难关 每天早晚会有阅读的 然后就两类阅读的 一个是有挑战性的 就很难会让你撞墙 很头疼的一种阅读 在书类之外的 其实一般是去原文的 然后这个会读得比较慢 然后会查字典 就慢慢地去看 然后就可能过个半个小时 会失去耐心了 不太想读下去的 那就是第二本 第二类书就是比较简单的 就入手比较快 所以这个量会比较大 然后就比较轻松 所以这两个一直 到现在为止都是在进行 就不停地 就是不管是中文也好 和英文的 一般会找一个简单的 或者一个难的 简单的和难的 结合在一起的 同时读 这样我觉得对人的 一个助推和成长 是有帮助的 如今夏福德是一名 外资企业的中国区法人 他表示 公司选择落户西安 是源于此地源源不断的 高科技人才 夏福德对未来的打算 十分明确 他会与妻子在这里定居 为孩子营造 稳定的生活环境 退休后 在全身心投入到 自己的兴趣爱好之中 夏福德表示 他从前是急性子 对事物很执着 是中国哲学教会了他 放慢步伐 感受生活